大家好 今天有一宗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大家先看看影片 先看看 在过内之前 麻烦大家 按一下免费订阅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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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屠夫是一个patreon的户口 专门写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趣故事 可以的话 又去看看 能够成为屠夫的付费会员就更加好了 谢谢 那你见到这位女士 腾出腾入 所谓何事呢 原来她发现有一个陌生人竟然在她的前院 设计过夜 这位女士是住在英格兰的一位单亲母亲 分别有三个小孩 有一个是七岁的女儿 另外还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十四岁和七岁的 她说 早上天风江的小孩醒了 想看看有什么天气 其实每个人都起了身 可能要上学 她打个枪一看 她说 妈妈 为何我们前院里有个萤幕扎在里面 她初初落不顺 然后一看 咦 为什么会这样 立刻就走落落下了解一下 见到她就走出去了 当时大约是早上六点三十五分左右 因为英国人始终是比较含蓄一点 而且她首先要了解一下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有个萤幕在里面 而且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人 或者为什么 所以她就不会太反应猛烈 即是不会像辽家艾那样 出去骂营幕的人 很斯文 很温和 看到她都很温和地出去 就看一看 看一看 咦 里面有个男人 原来她说 还看到她在吃草莓蛋糕 哈哈 她就问她 你做什么在这里 这是私人地方 你不能设置一个萤幕 麻烦你快点离开 不麻烦你 那便回入屋了 怎么知道 里面那个男人就无理她 她继续大大大大地吃个蛋糕 即是 ignore那个女护主 那你见到那个女护主又出过去 她说当时大约是六点四十凌分 到六点五十分 即已经等了十分八分钟 她说再出去 你快走啦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那那个人就施施然离开了 今天有朋友会问 你究竟这样搞法 在别人那里 设置一个营榜睡觉 可以吗 当然是不行 你已经是 变成擅长人家的私人地方了 其实这位母亲 的确是可以 不用管了 第一时间报警便可以了 但英国人始终 是比较内念斯文一点 不想先搞事 最重要是先不要搞事 首先就是 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 如果你发觉 那个情况是有危险的话 你当然是不会出去的 例如你见到下面那个人 拿着把刀的 或者是有武器的 你当然不会出去的 即时报警 有人这样做 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有些兽子不知道 贪玩也不一定 可能隔壁轮舍的那些朋友 在那里整理你也不一定 所以他们不会立刻报警 最好就是比较静一点 比较静定一点 有礼貌地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不要一下子撲出去 就罵到别人趴在那里 哇 总的十八度都罵了 有F有些东西 这样 即使有冲突 那就不太好 同时如果你激怒了他 如果那个人本身 可能都不知是什么人 可能有心理跟着也不一定 所以处理这些事情 千万千万要保持冷静 首先就是要温和的态度 有礼貌地去了解 以及好像这位女士那样 请他出去 如果他再不就范 根据这位女士说 他认识这个营莫的人 本身他不像是老宿者 他说他的衣着都很整齐 比较干净的光鲜 即是正常人 所以他怀疑这个可能是附近的农场 即是那些叫临时工 因为在这个时节 很多农场都会请临时工 帮忙採摘一些牢作物 例如士多啤梨 这些人本身就是 可能不会再租什么酒店 可能带个营来做事 晚上睡觉找个地方 在这里过夜 买买房租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女人前面 设置 可能他的草莓地 很漂亮 又软熟 又平整 睡得更舒服 可能他在附近 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 相信这位在设置 一个营莫的朋友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 或者是失怀不轨 只叫做偷鸡 希望睡醒 然后我走了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但很可惜 被这位女护主的儿子 发现 原来他在门口 有一个摄录镜头 有人会问 喂 你这些摄录镜头 有感觉 如果有人走过去 他会通知你 但他说 整码都没有响过 他相信 他会偷偷地在外面 设置了那个营莫 然后趁着夜晚晚 慢慢地移进 移进 移进之后 神不知 跪不觉 有朋友会说 或者你这个男人 去其他地方 设置一个营莫 过夜 不要搞人 去那些交产公园 那些就可以了 或者在一些 偶其空地 就搞定了 就不会犯到人 就不会犯法 那你就错了 根据英国的法律 就是说 你不能够任意在任何地方 在一个营 Camping 除非 那里是一个叫做营地 就是专专 是开闭 是给你露营的 那你就不用问过任何人 你直接在那里就可以Camping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 那块地 是有主人的 你就必须 就要 这位主人同意 你才可以在那里 Camping 即是露营 否则就是犯法 正如 那个男人 在这位女士的前院 露营 因为他未经过女士同意 所以他就是犯法 所以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在野外 想露营的话 麻烦你必须 make sure 你要扎营的地方 是给你露营的 还要make sure 这个地方 是有没有主人的 是吧 譬如说你去到野外 以外 以外好像交易公园 或者没有人的 阿公的 责言 其实阿公的也有主人 因为那块地属于政府 亦都有可能是 一些叫做农场的地 是吧 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 否则就是犯法 可能有人报警抓你 不过这条条例 在苏格兰 是不同的 苏格兰 苏格兰 规定 例如在野外的地方 只要那个地方是 open 你也可以在那里露营 纵使那块地是属于某人的 或者是属于一个农夫 只要你可以很轻易走进去 那不是犯法的 只要是苏格兰 但是 例如你在这位女士 家前面 这样做 那当然不行 正所谓各处乡村 各处乃 是吧 纵使在你居住的地方 你来的地方 你到处路远 例如我在旅行 我都免得租酒店 我搭个营 到处睡 那里不理你 但来到英国 你就要小心一点 就不要以为 你在自己家里 怎样都可以 但去到人家里 一定要入境敏禁 麻烦大家 subscribe like comment share 按下个小铃铛 有可能的 看完广告 谢谢